这是新买的空调 现在准备把空调换了 那个空调不知能了 当时找维修工人来看了一下 就是那个空调质量太差了 它外面的那层什么panel 那个板已经坏掉了 就是漏了 换一个板的话 大概要4000多泰铢 但是我买一个空调 新空调也就是1万 这个大概1万2 我买一个新的就是1万2 所以说我也不想修了 因为修来修去 说不定又坏了 就没必要了 泰国修理这些东西 还是非常的贵的 另外说一句话 这些韩国日本的东西 真的质量很差 实际上这个空调 前方东它那几年都没用过 然后我来用了以后 以前都修理过一次 噪音也特别大 反正跟我们在中国使用空调 那种感觉是差很多的 没想到 那个日韩的东西 真的是非常的差 包括电视 因为电视一般都是用到 用到那个日本的品牌 像我以前住伊甸园的时候 那个电视也是 很快就坏了 panel 3 也是这个牌子 质量很差 后来当时问那个工人 工人说这个牌子质量很差 他说一般用个四五年肯定要坏的 但是我们家的那个还没坏 你说松下吗 panel 3 是不是松下了 就松下了 就松下了 那个牌子质量也很差 以前嘛 在中国国内 好像大家都觉得 好像日本的牌子不错 现在到了泰国 我觉得未见的 所以说这一次 我就买了中国的 我觉得它应该是标准不一样 标准不一样 有可能 中国买的松下 我觉得挺喜欢的 是啊 有可能标准不一样 在泰国它就 采用的那些 质量标准就很差 比如说 像这个空调的 背后的那个挡板 那工人说 他说这种都是用了塑料的 很容易坏 并且坏了 维修成本很高 它要换的话 就是给你换那种铜的 现在也不用换了 现在直接买一个新的 这个是中国的TCL 现在中国的品牌 到泰国还是挺多的 但是空调方面 我看了一下 好像就是有海性TCL 海耳 对海耳我的印象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家以前 都是用的海耳 发现那质量 也是容易坏吧 但是那种中国标准 容易坏 也就是可能用了十年以后坏了 但是在泰国容易坏 可能两三年就坏了 所以我就干脆买一个中国的吧 哪怕用十年了 坏了 我觉得那比日韩品牌好很多了 所以出国了以后 自己也变成小粉红了 坚持用国货 现在功能到了 它们操作还是很规范的 还有那些毯子先铺在地上 就是保护那个地板砖 应该是 换了一个大的 以前的那个是1.3P 现在换了一个1.8P的 变频空调 你看泰国这边装空调 比国内是麻烦多了 国内像这个机器挂上去就行了 但是泰国你看它那些线的管子 全部埋在墙里面了 那也就是说要把那些什么管子 那些一根根的要把它对齐 就说美观是美观 你整个房间你看不到任何的线 但是安装和拆起来就比较麻烦 现在的窗外面的外巾 带骨的空调把那个拆了以后 就像这个样子了 这些管线都是埋在墙体里面的 它们这是要新空调 那先把它的壳子先要拆下来 拆下来以后再挂上去 是挺麻烦的 还有把那些线的管子都要接上 泰国买空调它是不包安装的 安装还要另外找人 比如说在商场买的 它商场可以派工人 但是另外收费 这个是另外找的工人 他们一般安装空调是2500泰铢 然后拆旧空调是500泰铢 然后我就一起打包给他 就是我再把旧空调送给他 这样的话他给我算了2300泰铢 所有东西都可以吗? 都可以吗? 全部都可以吗? 都可以吗? 到一半的支援 都可以吗? 是的 真的有 Canas? 还是泰国女人厉害 男的搞不定 女老板过来 终于装好了 装了两个多小时 可能两个半小时以上吧 中国空调国货TCL 压缩机保修十年 林沛剑保修五年 然后他安装的他是保修三个月 就是如果是他安装的问题 保修三个月 我老婆对这次安装 他最大的感受就是 泰国工人做事情 就是很干净 你看他做完了 基本上就是没留什么灰尘 他本来还要帮我打扫 我就说我们自己可以搞定 因为安装空调耽误了时间 没办法做饭了 就在外面吃一碗面 这是我以前住的那边 就是伊甸园这边 我以前天天在这里吃 这种好像是大成的船面 你看他牛肉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 以前经常在这里吃 那个老板娘 有时候还送我一碗 买一送一 看我来吃的太多了 但现在应该都不认识我了 很久没来了 哇那个老板很良心哦 我以为现在涨价了 居然还是五十一碗 五十泰铢一碗 有那么多牛肉 还有牛肉丸 这么不错 我们两个人吃了三碗 一百五十泰铢 就在 在那个路口 五个车门锁全部换掉了 这一下再也不会出现 厕所方面的问题 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前面的门一个厕所五千 后面那个门六千 加起来相当于两万六 两万六千泰铢 上一次没有拍到那个 前一个车哈 现在在另外一个10S店 看到了 26Ranger 哇塞 这个车好漂亮 并且是双排做的 他们双排叫Double Cat 你看Double Cat 双排坐的2.0 柴油发动机 窝能增压 后面那个座位 不错啊 体验一下后座 以后有钱了 我就买个这个车算了 这种双排坐真的很爽 后面那个车斗 这个座位是有点硬啊 不过还好我感觉 这个就是menu的 还是这个是六树的 六树手动波 并且这个也是一个大的一个屏幕 这个车好气派 关键是价格 这个价格给大家看一下 呃 Double的哈 它是 呃 792啊 79万2000 就是这一款 最便宜的是73万2 但是这一款它这里没有货 这个只是五树手动 啊 但是这一款是六树手动 要贵一点 在前面一家4S店 哇 那个轮廓 好酷啊 在前面一家4S店没有看到样车啊 这个想想 哦 这个就是那种open 就是它后面是半一半的 open 它这个 哦 这样这样 open 它相当于是一排半啊 这个它要送座位的 它那个座位是免费征送的 到时候会装上座位 这个车就是要 要更便宜一点啊 就是那种 open的 都有699 如果手动挡的话 699 呃 如果是两排座位的 就是792哈 相当于是贵了 贵了10万吧 贵了2万块钱 但是宁愿花2万块钱 多一排座位啊 那个7排多了 792算下来多少钱 就是80万台主嘛 就16万人民币啊 16万人民币 就是刚好跟那个养老签 你在银行里面存的钱是一样的 哈哈 与其把钱存在那个银行里面 80万台主啊 还不如直接再买个这个车 哇 现在我这个车的门锁问题完全解决了 四个锁全部都换了 全部都换成新的锁了 它里面全是新的 刚才五个工人啊 一人搞定一个门 特别是这个尾门啊 现在就轻松无比了 像以前吧 那个那种感觉是有点不对啊 就是有点 好像有点突兀那种啊 不是很顺滑 现在就非常的顺滑了 那个这个锁完全都是一个全新的 四个门全部都换成新的 五个门 这本来是多少钱 本来应该花两万六啊 它前面四个门 每个门是六千 每个门是五千 最后那个尾门是六千 总共两万六 当然如果真要两万六 我肯定我也不换了 我这个车总共才花二十三万啊 那个门锁只要两万六 那相当于十分之一的价格 价值都没了 之所以换了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今天啊 感觉这个门还是有点担心吧 然后我就开到巴特的另外一家 就是这家TOP CAR 然后进去以后 他给我检查了以后啊 他说准备这样免费给我全部换掉 免费把五个门的门锁全部给我换掉 我当时很惊讶 我说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事情 感觉像这样真的是中了头彩了 那种中大奖的那种感觉 他说是这样 他说是因为那个福特车的那个门锁出问题比较多 现在厂家刚好是有召回 所以说就免费给我更换 但是很奇怪的是 我在八条北面的那家4S店 他就让我自己去买 我换一个尾门的那个锁的话 要花五千多 要花五千多泰铢 但是这一家4S店的话 他就说有召回的政策 就直接给我全部都换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碰到的一件 在泰国可以说是最幸运的一件事情 相当于两万六 省了两万六 确实非常的幸运 现在这个车的话 门锁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了 现在电瓶也是新的 四个轮胎也是全部都是新的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真的是很幸运的一天 谢谢大家 对了 忘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账单 这个是这个10S店的账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个是 全部是零 全部是零 这一家10S店 大家如果福特车出到问题 可以到这家店去处理 非常诚信的一家企业 好 这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